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介紹我最喜歡用的BB Cushion 我會介紹7款 首先我會介紹Opie這個 Opie其實很多人都有用 或者已經是很出名的韓國品牌的BB Cushion 這個BB Cushion是特別版 不是特別版 是星級版 它有什麼特別呢 它就加了Opie Hallyvisual的臉霜 更加滋養貼服 它就更加加35%水分的美白精華 做到一個美白的效果 這個BB Cushion 同時美白 和保濕滋潤都做到的 很貼服的 這個BB Cushion 我用 我覺得它是很薄身 很貼服的 它的顏色不會是很厚的 很貼服的BB Cushion 另一個是可以去細紋 它可以遮到細紋 遮到很好的 這個就是Opie 或者這個好處 它可以遮到紅印 遮瑕疵都可以遮到的 紅印遮到的效果很好 我的雀巴呢 遮到一半 好深色那些當然遮不到 但淺色那些都可以做到一個遮瑕 我買了大概二三百元 我買了二三百元 左右 連同補充 我現在還在用第一個 還沒用到補充 不過差不多就換了 這個就不錯 都是我BB Cushion 中的手選 是不錯的 其實這個Kul Luna的Foundation Pack 之前在韓國是很熱的 很多人用 就有那個Made Get It Beauty 強烈推介過這個 其實它 我覺得OK的 但我嫌它黏了一點 它是會很厚的 有一點厚的 做不到像BB Cushion 很薄的效果 如果喜歡薄妝或者淡妝的人 就可能用BB Cushion 會比較好 這個粉底 其實它裡面 就加了60%的高濃縮的水分精華 它可以做到很多效果 即是鎮定 如果你的皮膚有紅 它可以幫你降紅 遮蓋紅印 保濕鐵服那些都可以做到的 它還有加了很多保濕精華 就類似維他命A 維他命E 八種高濃縮的精華成分 我忘了 所以我要看了這個 那 我就說了 它的不好處就是 它有一點厚份 但它的遮蓋效果就好 比其他BB Cushion 而且價錢都OK 我買了250元左右 就連個review 我的擦米溶開 你看到我的擦米溶完 粉底是OK的 其實 它的粉底的顏色會自動追色 做得不錯 它這個BB Cushion 其實是超便宜 超便宜 是四五十元左右 就買到一個BB Cushion 而且它的質素 也不是很差 就是普通的BB Cushion 但它又不會有特別好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 它一般的 保濕 遮 遮 調色 遮 黑眼圈 都做得到 就沒什麼特別 但它的優勢就是它很便宜 而且 它的份量又不會很少 就是普通的BB Cushion 這個我推介 就是因為它便宜 而且它 不會說效果很好 就是不會說 像其他BB Cushion 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是特別推介的 它就一般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做到 而且便宜 但你就不要說 要求它的效果很好 它不會說很好 但是它可以一般的 達標標準都做到 那另一個 我想說 這個Holica Holica的粉 BB Cushion 它是一個Face to Change的 Photo Ready Cushion BB 是一個 很貼服的 BB Cushion 它也是BB Cushion Cushion 其實它的價錢是150元左右 其實它 遮瑕一般 但它的保濕度是不錯的 皮膚很乾 它是可以上腦粉 是可以貼到的 因為它加了深海保水 和非洲的堅果油 其實它的優勢就是 加了這些成分 它的防曬防 UV的指數是特別高的 就是你防曬可以省下 它這個防曬也有53個加 其實防曬度是OK的 遮瑕度一般 你要因應皮膚的狀況 如果你皮膚很乾 或者很不上粉 用這個那天就可以了 大概150元左右 我就買到一個 我就買到一個 我就沒有買補充的 這個 另一個就是韓國的特色品牌 這個 的粉餅 它是粉餅 不是BB Cushion 這個是1號色 它的粉餅 其實我都用過一兩次 很新的 它是偏粉肉色的粉餅 它的滋潤度一般 但是它的遮瑕度 就做得OK 這個 這個 我就在Discount買 就80元一個 原價好像是百多元左右 我就買80元一個 那 大家就可以拿著減價 就上Gmarket 看這些 服膚品 化妝品 我就Discount買了這個 這個來試 效果都OK 遮瑕度不錯 而且它算是厚粉 因為它是高狀的BB Creme 另一個就是想說 Secret Key的BB Cushion 這個是Cushion 它是平價的BB Cushion 就60-70元一個 這個BB Cushion 是Secret Key的牌子 它就加了一些保濕成分 它的保濕效果OK 就深一點 這個顏色 我已經買了一號色 但是現在很好吃 那 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平價的BB Cushion 保濕度OK Coverage 它就好過剛剛 Mischa那個牌子的BB Cushion 而且 顏色就深一點 就是偏深一點 一些 都是平價的BB Cushion 7-80元就買到一個了 另一個就是想說 Dream Skin牌子 都是韓國Dream Skin牌子 Bak to 16系列的BB Cushion 其實它有什麼特別呢 它有50度防曬 三個加 防曬是非常好的 已經 其實看到它也是BB Cushion 效果都OK的 保濕度 這個BB Cushion 保濕度就非常好 它加了一些透明質酸 紅保濕粉 就確保你的粉底可以 有光澤和保濕 還有它 效果都做到很多的 它修復細紋 抗衰露 那些保濕性 全部都在BB Cushion 美白那些都做到的了 可以說是一個 7合1的BB Cushion 就非常好的 價錢都不是算貴 100多元 150元以來就買到這個BB Cushion 而且它那個BB Cushion的範圍 是大過其他 是大過的 就完全可以遮住 在後面的 就大一點 這樣 就可以做到 美白 保濕 抗衰露 修復細紋 那些全部都做到的了 那這個BB Cushion 就很好 最後一個 就不是說粉底 就說BB Cushion的 胭脂 那這個就是Opie的BB Cushion 胭脂 有什麼特別呢 我買的是 減價 80元而已 那這個BB Cushion 是BB Cushion 有一個粉泡 但是它BB Cushion 的胭脂 就是BB Cushion 但是它的胭脂 就是BB Cushion 但是它的胭脂就是BB Cushion 來的 所以呢 上完粉底 再用這個 上了胭脂再 再蓋水粉 就會做到一個很自然透薄的效果 就非常之好 這個 對啦 我選擇一選擇 所以很划算 我覺得這個 而且它的顏色就超美 超自然 很透薄的 真的 名副現實的 白淚透紅的感覺 是可以做到的 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BB Cushion 其實就介紹了 只有這麼多 那其實我最喜歡的BB Cushion 都是 Opie 或者Back to Sixteen 這個 這兩個就是我手選的BB Cushion 對啦 OK的 那BB粉餅 也是 用LUNA這個 就非常之好用的 那我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拜拜 那例如有些鼻液位 啊 這些位置 可以用這個尖尖尖尖 去做一個清潔或者保湿的效果 好像平常的機器 平常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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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